大帅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提问一些问题让你回答吗 因为这样的话会加深我的记忆 非常好 而且我提问这个问题如果你答对了说明你 我已经融会贯通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直播间的兄弟也是可以跟着一起学 对对对 我不仅要把这个知识灌输在你的脑海里面 还要给这个兄弟们进行讲解 对学习对吧 如果说我问的问题你能答上来那说明你离 这个拿牌子又进了一步对吗 我都没进入造型机有点尴尬啊大帅 没关系没关系你不是喜欢嘻嘻哈哈然后死杀吗 OK 我看一下中场的 中场的我找一下 牛仔想干嘛牛仔 中场的现在怎么这么难找 不是我说 我隐约提醒一下你刚刚路过了一个小红点 那个是牛仔吧好像 啊那是牛仔啊不好意思啊 没事牛仔过来了我看到了这个无人生还是牛仔的知道吧 啊好吧 牛仔你要赶过来我真我真干你我告诉你我关不了你的 我跟你讲大帅谁谁过来谁过来那个莫名其妙勾一下吸一下撞一下我都要弄他的 我相信 好哥哥就是脾气比较大 不是不是 暴躁 这话说的 暴躁老哥 我很温柔的好吗大帅 很温柔的还会气泡音的 你怎么这样呀大帅 我很温柔的 他他他他他他过来勾你了他真勾你了怎么说弄他 他也没勾到呀大帅 没勾到但是他勾了他出勾了呀他有这个意图 哎我靠了 开局被秒他一台电机那说明一个问题呀大帅 就是他们有几个人在一起修的那一台 嗯还有一个就是大概率是谁呢大概是帮人家 挖宝秒的 但是电机在哪里好像在独动嘛我等下播镜像吧开局被秒的一台电机很难受啊我这个开局 我炸裂开局啊大帅还被盖了个头 然后人还没捡到 嗯对还没捡到 他开局秒了一台电机嘛有可能是挖宝的然后就直接秒的 但是我也是放放烟花缓解一下心情对吗对对对对 等拍照吧等拍照吧漫长被摸满了 那也就是说他们至少两个人在一起 对是的 这有实力呀这就在 我认可他的好吗 然后这个时候 要现在就是不确定求生者的位置 镜像的位置的要靠自己的 就是说怎么讲呢 猜测吧 对啊现在的话只能靠就 不叫猜测我觉得猜测这个词 不适于你身上 他应该叫做什么呢叫做 判断 就叫做叫做 叫做 应该叫我刚想到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肌肉记 OK肌肉记非常好大帅那你觉得我这不肌肉记肌肉的对吗 我觉得你记得非常对已经砍完了所有人全部残了 这一波如果能形成上挂的话我觉得他们已经结束了 然后现在是要双挂我刚才其实在想 这个冒险家是不是和古董商在一起那么现在 勘弹员的镜像 被摸满了无所谓 然后就是说 古董商的话不在这边那说明刚才冒险家谁摸的 我这波没听懂 我这波没听懂 有点小秀啊这一波看待员 古董那 冒险家就是谁摸的冒险家就是看待员他们俩在一起的呀 我跌墙 防止一下被推走 死了 飞轮很秀 我觉得他压力比我大多了对吗 大帅 啊 我说我觉得他的压力比我大多了我觉得他已经被我的压迫感给吓着了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点多 我现在有点消化不过来了说实话 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 你知道有一种就是 上了大概两个小时的那种高速的课程之后 我现在有一种就是疲惫感的好哥哥我今天脑子里面灌输的 你的知识有点多 没事没事你听我讲 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看待员和冒险家的经验在一起 然后古董上没在那里那说明开局冒险家是 看待员摸的他 就是这个意思 兄弟们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兄弟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就是如果说一起跟我一起认真听讲听讲到现在的真的脑子已经被填满了 有没有有的话可以给我扣个1 然后现在问题就是说牛仔要过来救人咱们得打一波手蚁 而且我不确定 他把自己经验勾走了 那说明一个问题 他是不是不救了呀 他是不是怕我砍他经验他不救了呀 我本来想说的是能不能打一波外之位打一刀然后切传送回来拦住什么的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牛仔这波不救了 他扛着自己已经跑了 那我只能贴连手了 虽然这样手很呆 但是没办法 但是没办法 这个人肯定是卖了的 毒洞被修了 我觉得是冒险家 我现在要大胆出去排冒险家的位置 大胆 是古董商开的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机会就是金生把他杀掉或者闪现把他杀掉然后挂一个第2次 这把很大概率翻牌 闪现估计可以金生应该来不及了 我可以假装 我可以假装 我可以假装我是闪现 啊 我这样带着金生 哪怕我带着传送我也可以骗他呀 是是是 他现在压力被大 对压力被大 转牌回去就有机会交金生了 对对对 啊 但是他并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对对对然后现在问题我古董他杀了我感觉电地也差不多了 对毕竟冒险家也有树叶什么的 现在我们已经判断不到了 云门云门 不敢云门吗 他已经拆到我的金生了 屁死 他 他往外爬我怎么感觉电地有点够了 我这波其实回数很帅 他云门 他云门可能是预判我要打到他 但是我 我就是知道他可能会交云门 所以我不想切这个金生 这波回数是帅的你知道吗 帅帅帅 听起来好像我是在给自己找理由 但其实事实就是这样子 事实就是这样子 这波操作就是古董上其实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间 主要是什么的 如果说这波你交的金生 也没有那么帅 关键什么东西都没有交 就一个回数 他慌乱了 他要秒勾我 我回来 这波只能刷路里刀 电机肯定够了 我不可能切传送的 电机肯定是够了 现在只要确定一点 电机肯定够了 这个人只能找机会卡过半了 怎么个事 还够呢 过半了老弟 你熄事啥呢 卡他位 去几招 卡个过半 好 现在得打落地刀 这个古董上 镜像结算时间 不着急那个的 他们肯定比我更慌的 我就站在上面 我等镜像结算时间就行了 知道吧 知道 古董上会倒地 然后 这刀打中古董上有点难受 不过牛仔好的 这个时候你会管牛仔吗 我不会管 对 因为古董上是挂飞 挂飞了以后处理掉 对 帽影家开了电机 那说明帽影家不可能就他的进行 我们现在先把古董上挂飞 再去 管这个 牛仔 牛仔 对吗 对 你这个思路非常正确 因为这帽影家点完 他亮机以后肯定马上点门 如果你不管这个古董上 他可能有机会能走 对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牛仔 他治愈比较快 他可能带了这个 飞轮 然后我现在 我我从这边过来 我没看到地窖在哪里 会不会直接放狗 不会 不会 我先看一眼地窖在不在这里 游耳鸣 要在这吗 我在 要不在这 牛仔勾板子了 传送 传送他好像去中场地窖了 哎呦那还是有点可惜 他有飞轮治愈太快了 那去 毒洞也 应该切狗 切狗也来不及啊 问题是 他已经到这边了 切狗来不及 挂飞直接切狗 我感觉不一定来得及 你觉得呢 呃 挂飞切狗 如果说能精准判断到位置的话 咬住 可能还行 要要要要 就是如果我站在你那个 位置的话 我主要为什么说切狗呢 因为你经常喜欢在这个时间点切狗 对对对 哦我其实有一点失误了 我没有看目的那个点是不低调 如果说我确定那个点不是低调的话 我可能会切狗 直接从右边绕过去咬住他 然后 对对对